精神 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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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FANTASTIC FANTASTIC 所有 如新的家人們 所有 新老朋友們 所有新老朋友們 大家 下午好 Fits Up Up 哇 我觉得大家都是全世界最兴奋的人对不对 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感谢newskin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成为朋友 可以成为家人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天使对吗 对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到刚才的我们所有的分享者好不好 其实他们可能跟我们很多的人 在利益上都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领导人 他们是自费远道而来 无私的为我们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到远道而来的 来自美国的我们的Candle好不好 还有我们来自大中华的我们梁浩东老师 我们来自大中华的我们梁浩东老师 我们来自大中华的掌声给到在这次大会呢 在台上表扬的所有的天使们 因为他们的以身作者 他们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希望 再次把日夜掌声给到这所有的天使们 谢谢你们 确实 如新 在如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天使 我们的大天使 我们的如新的创办人 我们的如新的创办人 Steve还有Sandy 还有我们的CEO Tuber Hunt Ryan还有公司 所有所有的业务专业 事实上 他们日以继续的 为我们的事业而操心 我常觉得 他们才是真正的永远 以身作者的领导人 我们再次把日夜掌声 给到这所有的如新的管理成功 谢谢你们 也谢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 我们的Account Manager 我们的所有 为我们在背后 为我们付出努力的 所有的我们的同事们 事实上真的 当我们业绩做得越好的时候 他们是最忙的时候 同意吗 同意 当你在设定你的目标 你要创新 你要诚心 你要蓝赚 你要怀疑的时候 你要百万的时候 他们是最辛苦的 但是你的百万 你的蓝赚 他是没有份的 对 我们再把最热烈的掌声 给他这个天使 好不好 当然 如新最棒的地方 就是可以让我们成为 自己生命中的天使 对不对 对 当你看到天使 你想到什么 想到一切的美好 同意吗 同意 对 和平 快乐 许愿 这就是我们想要拥有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对不对 对 今天公司让我分享 可以让我们以身作则 那 我想 真的 再也没有比 让自己 成为 你生命中的天使 成为 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更加能够以身作则 可能这里有很多的新朋友 这里有第一次见到我的朋友 可以积手让我认识一下你吗 太久对不对 对 我们热烈的掌声给到这些新朋友好不好 欢迎你们来到如新的大标题 因为 未来 我们很可能 会成为 一生一世的朋友 所以 你最好喜欢我 你也最好 喜欢你旁边的那个人好不好 好 跟他 跟他握一个手 告诉他 认识你真好 好吗 认识你真好 因为 你真的不知道 今天 你跟这个人握手 很可能 两年以后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他就是站在台上 被表扬百万的那一个人 再一次的 跟你旁边的人握一个手 告诉他 百万名的人 你好 我看到现在气氛热烈多了 因为有一些新朋友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刘美宜 来自新加坡 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但是我的父母非常不普通 我有 十个兄弟姐妹 加上我的父母 刚好是一个蓝状的家庭 所以我才觉得我是注定来做福星的 我最大的是哥哥 最小的是弟弟 我父母有一个梦想 希望能够生多几个儿子 我觉得我的父母是最适合讲那个保持梦想 然后锁定目标的人 因为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 连续生了八个女儿 最后坚持 积极行动 最后最终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 我的父母绝对是最以身作德的父母 因为我们十个兄弟姐妹 他们全是亲自主养长大 给我的父母一个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谢谢 我排行第六 在中间 还是很多 我常常父母都忘了有这样的一个女儿 因为我长得又不出色 又不漂亮 又不聪明 又不会读书 我在学校从来没有考过第几名 有的话就从最后算起来 感谢如心 让我至少在如心 能够成为那个第几名 所以你们的如心 你真的不需要特别漂亮 身材特别好 或者特别会读书 只要你真的相信你自己 每一个人 我们真的都可以在这里成功 对 那因为从小父母都不太关注我 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 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要让我的父母 因为我而感到骄傲 因为不太会读书 所以我很早就出来工作 那在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一个目标 我一定要在21岁前成为老板 所以呢 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领一份薪水 我做四份工作 大概应该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没有人 没有人 可能我的脑子坏掉了 大概现在的人都喜欢 领四份薪水做一份工作 但是我很清楚 你所有的付出跟努力 最终一定会有回报 可能不一定在此时 可能不一定在此刻 但是他一定会有回报 那我的努力 我的老板没有看见 但是我的一个客户看到了 所以大概要创意的时候 他找了我成为他的合伙人 所以我在21岁前 我就成为了老板 我经营服装生意 这个生意我做了17年 我非常非常努力 感谢如心 这是我在20岁的时候拍的照片 我感谢如心 让我今天 30多年以后 我还能够保有 这样真诚热情的笑容 我想在这个照片 跟我现在 刚差不是太多 对吗 对 那 那 今年的传统生意 17年 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 有一天 突然我发现 我那么的努力 并没有带给我我想要的结果 那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时间自由 才有自由 心理自由 对 成长生意 我赚了一点钱 但是 我失去了我的健康 我失去了我的青春 我甚至 我甚至 失去了我的梦想 我每一天 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 最终 我开始在想 我当时 那么努力的想要成为老板 最终 难道这就是我的结果吗 当你 永远保持你的梦想的时候 上天 永远会给你 另外一份而已 对 这个时候 如新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 我38岁的时候 遇到了如新 当我了解了如新的产品 他的奖励制度 那么 他的文化 我知道 这是我一生 所要选择的 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必须要把握他 因为我已经38岁 我已经浪费了17年 我不可能 再浪费另外一个事情 所以当我遇到如新以后 我就马上放弃了我的传统生意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你可以坚持做如新啊 但是 我知道 如果今天要把如新做好的话 我一定要以身作折 因为如果我还留着我的传统生意 我真的能够跟别人说 如新有那么好吗 当然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选择 我会不是说你要像我一样 但是我想讲的是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选择 会有不同的结果 对 因为 我的以身作折 我们吸引了非常多优秀的人 那么 这是我们在经历如新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成为当时新加坡的 可能Top5嘛 然后呢我们被如新公司表扬 然后呢去参加了我们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 那 在这里呢 跟我一起去的 还有 第一个相信我们的 我的 第一个伙伴 应该是第一个主任 也是今天呢 我们的500万卓越成就名人 何勤博老师 给我们大儿子的第二个掌材老板 那 这张照片 他表扬的照片呢 是当时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的表扬会 我只知道公司告诉我有个表扬会 然后穿的就像一个大妈一样 重点是在这个照片里面 今天我看到 很多人都不在 但是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还在 同样 所以其实 一个人坚持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要坚持 不只是很多人不在的 其实我的推荐人也不在了 但是这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同意吗 重点是你要以身作者 你要在 你的存在就是一种以身作者 对 对 当我们开始了荣心以后 马上我们就开了一个工作室 一周以后 我们开始讲课 对不起 不是我讲课 大家看到所有的讲课里面 没有一个是我 因为当时我没有资格讲课 因为他们觉得我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 一个大妈没有资格上台 所以照片里面都没有我 但是没有关系 你的坚持 你的付出 你的成长 今天 我可以站在这里 给我们所有东南亚的伙伴分享我的故事 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只有那几种产品 我们最好的产品 就是拉皮粉跟拉皮水 调起来的一个面膜 每一天 我见到人 只要有皮肤的 外呼吸的 躺下拉皮 从早到晚一天 八场OPP 有人说 有那么多人可以谈吗 我想讲的是 只要是人 你就可以跟他分享诸心 同意吗 同意 如果没有人可以分享的话 你每一天见到的是谁 现在又不是七夜 好像马上要七夜了 但是 你的以身作者 他会带给你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九个月以后 马来西亚开了 其实真的 九个月 你真的不是很有能力 你也不是 懂得很多 但是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以身作者 我可以一个人 开车到东海岸 我会讲马来话 一句也不会讲 我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东海岸 那么呢 当时 真的十多年前 相当的偏远 对不对 对 我一个女孩子 就开车 只要有人要听 我就去 然后呢 2003年 开了大中华市场 任何人只要愿意听 不管在哪一个角落 我们都去 我还记得 曾经有一支在上海 冬天 我摔破了头 我去医院把头一扎 我是包着头 然后继续 我们如新的目标 我曾经 我曾经 在很多不同的 这个 偏远的城市 坐那个 一台广包车吧 被卖了好几次 我曾经去过 全世界 最脏的厕所 很抱歉 我们这里有一些 来自大中文化的伙伴 我们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来到动能谣 但是我想讲的是 十多年前 十多年的中国 确实呢 有一些地方 比较偏 偏 偏批 对不对 比较 偏弱 该讲 比较 我不能说弱 但是确实 卫生条件 不是太好 我曾经去过前世间 一个最脏的厕所 大便上面 还是大便 但是 为了要解决 你最紧急的问题 我那么漂亮的高跟鞋 你还得站上去 但是 这重要吗 不重要 有人说 你一个女孩子 你这样去 你不怕吗 相比之下 我更怕的是 人生不成功 我更怕的是 平庸的人生 对 这一切又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 年轻 健康 我想 一个已经五十四岁的人 能够还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 心态 跟体态 我们给如新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她来了 家庭的幸福 我和我女儿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今天我的女儿也在场 我们给我的女儿 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她帮我放假 现在她是我的私人的PA 当我在后台的时候呢 她还给我整理我的衣服 有一次我女儿给我发了一封短信 她说 妈妈 昨天我去了教堂 牧师说 不要为了赚钱而工作 要为了付出给予而工作 她说 当我听到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 妈妈我想到你 我想到你透过如新 去全世界这么多的市场 帮助这么多的人 妈妈 我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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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对我的新人 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女儿的 幼儿园小学初中 高中 高中的毕业点 从来都没有 但是 当我的女儿 选择去爱丁堡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陪她去到学校 然后我问她 诶 你的同学呢 她说什么同学 大概我们选大学都会选 跟朋友一起 对不对 她说没有啊 我自己一个人来的 她说 今天我选的是 我想要上个学校 需要人陪吗 有很多人说 哎呦开会啊 没有人陪 我不去 我想讲的是 真的 孩子 可以是你的主力 我还记得 我来做如新的时候 我的女儿只有六岁 但是你的孩子 也可以是你的动力 同意吗 同意 今天 孩子真的 他需要的 不是你的陪伴 他需要的是你的榜样 是你的以身作者 今天从这个小家 延伸到大家 今天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百万家族 这是每个月 每个月我们百万 我们大概都会聚在一起 两年三个月 我们透过努力成为了百万 作业成就名人 十年不到的时间 我们成为千万 第二年 我们成为了两千万 这不是在跟大炫耀 我们有多么的优秀 这只是在证明 如新是真的 同意吗 在功夫手帽里面 功夫手帽的师父说 那是Rick Panda 他说 如果你只做你能力所及的 你将永远不会成长 很多时候我们会局限于 我们的条件 我们的能力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是我最近刚刚搬进去的 我梦想中的家园 应该蛮漂亮的 对不对 有自己的SPA房 有自己的健身房 这个是 就是 绝对不会输给米其林的餐厅 对不对 然后 这是我的主人房 好 那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我知道大家很想看的 那些 我摆设的 我的那些 收藏品跟战利品 不过如新公司说 要低调一点 所以你们看Facebook上面有没有 好不好 但是我想讲的是 其实这个家 我只花了一个半小时 我就决定了 买下来 这个家我只花了两个半月 我就把它完成了 有可能吗 一个那么大的家 两个半夜就可以完成吗 如果你做你能力可及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想 首先第一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因为这是我梦想中的家 每一个角落 都在我的梦想里面 所以呢 当你是一定是你要的时候 你的速度 你决定的速度 是很快的 同意吗 同意 然后相信 其实 我装修这个家 到我搬进去 我从来没有踏入这个家一步 大家刚才看到的 就是我搬进这个家的时候 我看到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非常相信 我的装修团队 那么 我从来都没有去打扰他们 但是因为我的相信 让他们做出了最好的作品 百分之一百的相信你的团队 那么 重点是优先顺序 人生是有优先顺序的 同意吗 同意 那么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今天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瓶子填满的话 如果你先放水的话 其他 什么都放不下 放下的话 很多都会溢满出来 但是首先 你得要知道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把那个最重要的先放下去 同意吗 石头 小石头 沙子 最后 最后 放水 你才能够拥有一个 豐满的 圆满的人生 那 学习力 昨天 全世界第一名的领导力大师 也说到 学习力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动力 还有方向 如果 如果你把你的定位 只是放在你的目标的话 达成了 你休息的 达不成 你放弃了 但是 如果你把你的定位 你的人生定位成 学习成长的话 你永远都会有动力 你也永远都会有方向 重点是 你所有的付出 时间都会证明 可能 我们走的比别人长 我们走的比别人慢 我们走的比别人远 但是 你看的更多 你体验的更多 那何尝 不是一种收获 最后 相信的力量 我想 当然老师也很多提到相信 但是我想讲的是 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 最强大的力量 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相信自己 真正的去相信自己 因为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你的使命 一定有你的使命 跟你的责任 今天来到鲁兴 就是一件更好的自己 很多人会觉得 我是在坚持一种生活态度 但是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我坚持过什么 就像你不会去问 水为什么一直流着 鸟儿一直飞翔 会不会累 因为它们只是顺应它的本能 从来没有做其他的想法 只在意如何展现自己 就像花儿 就像花儿 不是为了要和其他的花儿 斗艳 而是因为 他们就是要绽放 其实 大自然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智慧 真的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 因为你就是你 你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变得更好 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而变得更糟 因为你就是你 你就是那个最棒的 你不需要因为旁边是红花 你就想要变成黄花 因为如果你是一朵白花 你永远只是一朵白花 但是如果你能不能把你这朵白花 这个开的最灿烂的话 你将会是最漂亮的那朵白花 让我们做过如心 一件大好的自己好不好 好 成功是知道你人生的意义成长 并发挥你最大的潜能 同时摸下有意义他人的种子 那么感谢如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 能够不断的去成长 发挥自己的潜能 同时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去帮助他人 最后我想接住 Dona Makova 这位心灵导师作家 那么的励志大师的这样一段话 来跟大家一起来共联好不好 那这里有各种语言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语言 我们一起大声的念出这段话 好吧 好 好 我将不会在临死前回顾未活出的人生 我不会带着对坠落或懒伤的恐惧活着 我选择居住在每一天里 允许我的生活将我打开 让我变得更加无所畏惧 让我变得更加无所畏惧 让我的心更加的柔软 直到他变做翅膀 我去承诺 有人说 做领导人 要以身作则 很累 带团队 很辛苦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那一段没有按道 我们继续好不好 我选择用我的自我来冒险 以这样的方式活着 任何作为种子来到我的一切 都会从我这里 以花朵的绽放 继续启航 而作为花朵来到我这的一切 将硕果累累的 以我道别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让每一个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都变得更加的美好 以幸福好吗 好 有爱就不是责任 有爱就不是负贪 有责任就不累 有人说 做领导人 要以身做得太辛苦了 带团队太累了 我想讲的是 有爱就不是负担 有责任就不累 有个年轻人 背着包袱上山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女孩 背着他的弟弟 他经过的时候说 小妹妹 你辛苦了 背着你的弟弟上山 一定很累吧 小妹妹说 你背的是包袱 我背的是我弟弟 当你把每一个人 都当成你的家人的时候 有爱的时候 你不会累 你不会辛苦 让我们带着爱 带着感人 让我们通过如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自己 让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生命精彩 生活幸福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梁玮宜 谢谢大家